武则天这个女人厉害,有多厉害,谁都知道,我就说说武则天和他的儿子嘛,大儿子李红,23岁就病死了,有的说是自杀,有的说是武则天刺死,不管怎么说,反正他23岁就去世了,老二叫李贤,29岁自杀。 三儿子就是唐宗宗李贤,当了几天皇帝,后来被废奴隶王,天天害怕武则天要处决他,准备好了白宁,随时准备上吊,四儿子就是唐瑞宗李贤,武则天活到的时候天天担惊受怕,没过过几天好日子。 当然,从历史的角度上讲,评价武则天当然雄差大略,所以他掌权的那个时代,包括自己最亲近的人,都是唯唯诺诺,这没问题。 当你看到这本书《原生家庭》,你就明白了,一个家庭如果母亲强势,很厉害,对孩子的伤害最大,尤其是男孩子,可能给他养成一个一生唯唯唯唯的性格,优柔寡断,委屈求全。 你看后来的池喜对咸丰,对光绪也一样,所以说,武则天的几个儿子性格,不是因为武则天的权力太大,而是武则天性格太厉害。 他的儿子们在这种环境下,为了保护自己,给自己造就了这样一个性格。 《原生家庭》这本书,值得我们每个人好好读一读,好好思考下,如何给孩子造就一个好的心理环境。 《原生家庭》是学会的ета,萝补节奏。